不过另外一方面呢 大家会见识候选人的言行之外 更为重要的就是端出什么样的政策牛肉 来引导国家的方向了 近期呢这个设服的政策 每一位候选人都频频的端出牛肉 来看到呢像是赖清德曾经说过 0到6岁国家养的政策 但是这是不是让您觉得耳熟 先前郭台铭在上一届总统大选的时候 也曾经喊出类似的口号呢 还有另外一方面呢 柯文哲也说这个侯友宜推出 65岁以上长者排富健保费全面 他说这其实啊台北市政府 在他任内早就已经在做了 同时还加码八大证件 说要来补助健保 放宽自费医疗的市场 而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侯友宜的八市量表 来放宽长者不用再采取量表的标准 才能请这个外傭跟移工了 也被质疑类似的政策 是不是也跟柯文哲有所雷同呢 而最近这些社福政策呢 对于健保的财务健全 而另外一方面 是否有回应到民众的需求改善 长照的负担 选民们都要睁大眼睛 仔细看 谈到自己擅长的医疗和健保议题 可吻着开讲前 先暗酸国民党对手侯友宜也乐见被跟进 前一天后友宜发布医疗证件 老人健保免费65岁以上长辈 排付以众所税20%为标准 隔一天民众党中参选 柯文哲的八大医疗大纲 也包含长者健保补助 但柯文哲说 自己在台北市场任内 早就推出65岁以上 排付后补助健保费 从市政说起健保福利 新北也强调 持续保障 长者权益 新北市府依照长辈投保的类别及税率 皆提供全额补助以及部分补助 每年3324到2万元不等 医疗证件持续比拼 即侯友一八月底提出过来 长者可直接申请外籍移工看护 不必经过八十两表 客户则六号也喊要改革 老若申请帮佣移工 不应该再以八十两表作为唯一标准 先前副总统赛信德 也说八十两表不得不改 就被侯以大酸提证件 要像论文一样住民出处 先不论谁先开始做好的证件 一起推动 副总统赛信德也提出 要延续蔡总统政策 推出零到六岁国家一起养二点零板 就让郭台铭自认走得很前面 那如果说引用这些政策的人 是不是要住民出处 不需要 我觉得这个现在 现在AI的好处在集思广益 政策有点像又不是太像 到底是抄袭还是参考借进 看来是英雄所见略同 但有配套能实现才是重点 第一部电信文稍微长 杨培宇台北厂报道 确实面对三明治世代 现在的社会 他们面临到的是少子化跟高龄化 夹在中间 其实是非常的煎熬的 所以现场很多网友说 零到七岁国家养 那就会有意愿投给这个候选人 同时对于社福方面的照顾社会安全网的建构 大家都是很关心的 但是现在长辈们免除健保费真的是我们的健保健全 或者是未来少子化高龄化的环境需要的吗 立法委员王婉玉就提出了几点质疑 他第一点问裁员哪里来 第二个资源的配置是价值的选择 公部门的经常性医疗保健支出 占GDP的比重过低 这也是侯友宜的主张之一 而另外一方面比起保费 大家更在乎的是医疗品质 医护人员的过劳 护理师的离职 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应该要解决结构性的难题呢 所以王婉玉提出三个面向谈医疗政策 他说现在老人的健保免费 是不是完全搞错重点了呢 不过虽然这只是立法委员的看法 那究竟民间团体长期监督健保的 这个民间监督健保联盟 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我们线上邀请到的发言人滕西华 发言人晚安 主播晚安各位观众晚安 好发言人其实这个议题 我觉得是不管是老是小 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因为政策制定之后 10年20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是难以估计的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 台湾面临高龄化跟少子化 65岁以上虽然排富免保费 但是会不会多年过去之后 会面临世代不正义的问题呢 事实上保费现在就已经有 世代不正义的问题 就是全世界都一样 其实台湾也一样 在尤其是以社会保险为主的这个国家 我们在健保费里面都会对窮人 也就是说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 我有对保费做的补助 这个没有人会有意见 那目前以低收入户 老人有低收入户 所以低收入户是有国家负担 那中央政府甚至在70岁以上的老人 中低收入户的保费 事实上我们也有补助 所以地方政府它中间会有的差别 就是65岁到69岁这一边 那都保盟向来是反对 直接补助保费这件事情 因为事实上补助保费 对健保的整体的改善 其实是没有帮助的 那就保费结构来说更是 不管是要用20%的缴税也好 我们就从111年的 这个保费的收入来看就好了 保费收入在111年 我们都知道 现行的这个保费里面 都是以薪资所得 什么叫薪资所得 薪资所得就是年轻人去工作的时候 你有劳保的 你有这些扣脚比南开武林的这些 你一分一毫你都逃不掉 却就是以薪资所得 作为健保保费废基的 这个世代不争议 从几点可以看出来 第一个是 我们111年的健保支出 其实已经值逼8000亿 可是我们的一般保费收入 其实只有5831亿 另外有535亿的补充保费 加起来6000多亿的收入里面 补充保费是一般保费大概10% 那补充保费就是 不是那些薪资所得的 其中一部分还不是500多亿都是 就是鼓励你的利息 存款利息你的鼓励 不是股票交易所得 是你的鼓励 你如果没有领鼓励的 你是股票交易所得还没有 还有一部分的包租公 包租婆的租金 这个大概占30%左右 他是收进来 那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收进来的这些人 都不是现在以薪资所得者 为主的这些收入 那这些有这么多的 这个其他非薪资所得者的 可能都是退休的人 或者是他没有在现行的 这个工作劳动市场里面的人 那这些人有可能都是 一大部分都是65岁以上的 而且台湾每年65岁以上的人数 是以30万在增加 可是我们年轻人进到劳动市场 其实不到20万 所以如果国家再把钱花在 就是不管他付得起 付不起保费 老人都全部要用 保费补助的方式 他当然就会更加的去恶化 这种世代的这个不争议 他不是减轻年轻人的负担 年轻人会变成是 缴保费都是他在缴 可是用健保都是其他人在用 到了他老的时候 可能呢 缴健保费的人越来越少了 因为人口变少 工作所得变差 像主计总数公布 平均所得是4万2 可是我们的薪资是一直在倒退 所以可见以薪资所得 年轻人所负担的这些保费 其实是越来越重 这个无助于健保财务的改善 所以我不太知道 像其实是如果是要这样 以第六类被保险人来说 第六类最大人口是什么 就是失业的人口 这些失业的人口 他一个月要缴826块钱 相当于有工作的人 一个月月薪5万3的 政府也没有去看到这一块 我们每次到总统大选 总统不是乡长 就好像这个国家 只需要会计跟出纳一样 我们没有去讨论 保费是不是正义 这个钱的分配 因为总统对国家的总预算 拥有绝对的权利可以去分配 但是我们没有去看到 世代的争议 没有去看到资源分配的争议 我们只要去讨好 然后把钱花下去就好了 这个对健保的保费改革来说 完全没有帮助 目前台湾整个人口结控 已经不是那种人口爆发期的 这种正型的金字塔 反而是往到金字塔来趋势发展 所以未来缴保费的人 所以这少子化人会越来越少 老人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还想继续请教发言人 那如果说未来这个政策 选民还是想要 大家还是支持 那接下来我们的健保的财政 会有问题吗 我其实要藉由这个节目 跟我们的选民呼吁 因为总统的候选 之所以有这种政见 是因为民众买单 那民众为什么会买单呢 对民众来说可能他少付一点钱 就是小确信 那我能够少付多少 我就拿多少 所以但是选民不要忘记 所有的政治支票都是用你的钞票 不是这些候选人个别的 他们他的存款的户头拿出来 所有的政治钞票都是全民的 政治支票都是全民的钞票里面 拿出来的 如果我们把这些钱 刚刚讲说这个健保的财政 有候选人说他拿保费补助 就可以增加这个投资医疗 投资健康让我们的医疗支出 占GDP可以到8甚至更高 这个其实是完全的误导跟误解 保费是本来就要缴的 保费是本来要缴的 你补助保费 他哪里有增加健保的收入 我刚刚以111年的保费收入跟支出 就相差1000多亿 政府如果真的要让健保的财政永续 他不是拿来帮长辈65岁以上的人 完全补助保费 他应该直接溢注健保的支出 也就是说从OECD国家来看 台湾政府投资健保的比例 跟其他国家比是相差非常非常多 甚至不到50% 其他OECD国家都大概70%以上 那你增加投资之后 刚刚的这个前面的主持人的 这个新闻在里面提到说 我们提高了这一个 这个对健保的益助之后呢 我们可以购买更多的服务 我们可以提高医护人员的这个给付 我们可以降低自费 这些都会让老人家生病的时候 他不用用他的退休老本 去付更多的这个医药费 他不用让年轻人拿他的存款 已经很辛苦的生活费 去帮他的父母付更多的自费以外 他还要请看护 甚至很多人付不起 那更不用提 刚刚前面有新闻带到的 整个长照的建设 其实就是花在年轻人的身上 年轻人要花非常多的这个费用 在长期照顾的支出 所以在如果以健保 长者不付保费 然后又没有让能够付得起的人 尽量能够让年轻人 在保费这块减少负担的情况底下 我们都知道健保的医疗费用 年65岁以上的人 是我们一般全国平均医疗费用的 可能是至少年轻人1.5倍以上 以去年来说 一个人大概健保付出3万块 长辈的话 平均的话 至少都是要5万块以上的费用 结果你让 付得起保费的长辈不付 让年轻人去付了他的保费 又承担了过度高的这个资费 长期以来 当然会冲击健保的财政啊 而且这是误导民众 这根本没有改善 也没有增加对健保的投资 方案人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因为长辈嘛 年老了可能也会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需要健保 那其实每个人都会老 如果我们希望10年20年30年40年之后 这个让台湾引以为傲的制度 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但少子化跟高龄化 目前整个人口发展的情况 还是没有办法短时间逆转的话 那到底应该如何做呢 对其实事实上全民健保的 刚刚提到的一个是 废机的改革非常的重要 如果说还是持续以薪资所得 现在年轻人为什么到处缺工 可是我们还年轻人还是说很多人 他其实失业率非常高 因为年轻人对未来没有希望感 而且他的所得在下降以外 他的支出变高 曾经有这个财经学者在研究 如果我们社会保险的保费结构不改 在20年后 15-20年后 我们光社会保险的保费 就会占年轻人薪资所得 占40% 就是你的劳保 国民年金 健保的保费 就会占你的薪资所得 40% 那这些薪资所得 其实就是年轻人 第二个 我们刚刚讲到自费 自费从2005年到2020年 我们的自费 自负额百分比都在36%到41%的这个中间 这个自负额还不包括其他的 新医疗科技里面 所以政府喊出用商保补健保 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 因为全民健保办得好 应该是尽量降低民众 去买商业保险的这个金额 何况买商业保险买得起的人 大部分还是经济能力比较好的人 那在这里面 在以足迹总数公布的平均薪资4万2的年轻人 他怎么可能买得起 能够将来补他自费的这个医疗险的费用 一年可能要5万10万的这个费用 他其实都是买不起的 所以如果要 如果要能够世代永续 能够让年轻的医护人员愿意留下来 刚刚讲 增加我们的政府增加健保的投资 包括让我们的健保保费的费机改革 应该用加户总所得以外 政府应该要把他要补助 这一些老人健保费的钱 能够挹注健保 以疫后条例 今年补助240亿给健保 仅仅240亿 我们明年的保费 我们明年健保大概要破8700亿大关 因为240亿的保费挹注 明年就可以不必调涨保费 没有调涨保费 当然意味着就是降低 年轻族群薪资所得者的负担 那这些负担的保费1块钱效益 我们刚刚讲的 健保可以为你缴的保费 你一年缴的保费 绝对没有超过3万块 但是你可能 就一般薪资所得者 你月付1000块保费以下的 你一年不会缴3万块的保费 可是一年全民健保可能为你付出了3万多块 这是平均数字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呼吁候选人 不要一到选举 让国家的专业人员只剩下会计跟出纳 应该要有更多的筹谋 因为钱花下去 现金津贴撒下去 穿过水无痕 后世子孙没有办法享受到 我们的年轻人也没有办法降低负担 应该把钱拿来做更多的公共建设 包括投资全民健保 让我们的老人在活得越老的时候 他可以越健康 他的医疗费用不会因为他年纪大了之后 变得自费更重 也不必让年轻人为了养老人跟养小孩中间 形成破产的世代 所以还是一样 而且我现在听到一个丧心的消息 是行政院竟然因为两个在野党的总统候选 也要开始延引老人的健保费 是不是要补助 我觉得不管哪一个政党候选人 与其讲健保费补助 不如做健保的 保费的废机改革 才是对世代 符合世代正义的方法 这时候台湾的健保制度 屡屡登上了国际版面 并且在两岸之间也是非常有名 大家都觉得 哇台湾的医疗实在是太棒了 前几天还有这个国际评仙说 台湾的医疗真的是名列全球前茅 可是这样的制度能不能永续发展 似乎也是这个蓝绿白或是不分任何颜色的政党 都必须好好去思考的议题 我们去写发言人的分析 谢谢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个为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